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风避雨的地方 哇 那听起来很棒 我也要帮忙 太好了 我想用草皮地塔来铺设小屋的地板 但我还不太确定需要多大的地板 我把小屋的地板画在纸上 你可以帮我算出是几平方公分吗 当然可以 你看 我刚好带了一张透明的平方公分吧 首先把透明平方公分板铺在纸上 平方公分板的每一格 是一平方公分 一排有十格 有八排 十乘以八等于八十 所以一共有八十格 那么八十格就是八十平方公分吗 没错哦 一格是一平方公分 小屋的地板共有八十格 面积是八十平方公分 没有透明的平方公分板 也可以算出面积吗 我们可以用直尺量长方形的长汉宽哦 用直尺量也可以量出面积啊 不是直接量出面积啦 你看 长边是十公分 可以排十个方格 宽边是八公分 可以排八排 长边的十格乘以宽边的八排 十乘以八等于八十 一格是一平方公分 小屋地板的面积有八十格 是八十平方公分 原来如此 那长方形的面积 不就是等于长边乘以宽边了吗 没错哦 长方形面积等于长乘以宽 吉娃娃 现在你知道小屋地板的面积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铺设草皮地毯咯 小青蛙们一定会很喜欢 有柔软地板的家 接着吉娃娃要为屋顶贴上 漂亮的红色贴纸 贴纸的大小刚好是一平方公分 它们需要算出屋顶的面积 吉娃娃拿出长十六公分 宽九公分的长方形塑胶片 来折成屋顶 现在它们需要计算出 这片长方形的面积 才能知道要贴多少片红色贴纸 小朋友请你帮吉娃娃算算看 这片长方形屋顶的面积是多少呢 1.25平方公分 2.50平方公分 3.144平方公分 答案为3 长方形面积等于长乘以宽 将长十六乘以宽九 得到的面积是144平方公分 莉莉莉 我们的小屋已经完成了 接着来摆放小水池吧 我想在水池上种满水生植物 怎样才能知道水池的面积呢 没问题吉娃娃 让我们一起算出水池的面积 首先来测量你准备的水池的边长吧 水池是边长九公分的正方形 一边排九个方格 另一边也是九公分 可以排九排 所以九乘以九等于八十一 水池的面积是八十一格 也就是八十一平方公分 让我想想看 也就是说正方形的面积等于边长乘以边长 没错吉娃娃 现在我们来让水池变得更有生机吧 吉娃娃和梨梨一起搭建了温馨的小屋 还为小青蛙建造了一个舒适的小水池 小朋友 在刚刚的影片中 我们学习了如何计算 长方形与正方形的面积 长方形的面积 等于 长乘以宽 而正方形的面积 等于 编长乘以 编长 下次试着观察看看 生活中其他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物品 计算出它们的面积吧